慧若琪被打马背后,本尊高情商表态,警惕带节奏,杜绝山头主义,事情缘由很简单。 天津某单位官微天津体育发布了一则电影《中国女排花絮》消息,其中一张合影图片中慧若琪被全身打马,在一众人中特别刺眼。 相比天津体育的回应,慧若琪本人对此事态度倒显得高情商和大器,以一种幽默口吻表示估计是看我退役后胖了,帮我维护下形象,这样问题就来了,这很明显就是有意而为之,属于人为带节奏,而且还是那种明知不可为却要冒天下之大不会为之,到底是谁在后面发文的时候操作打马呢? 背后使作俑者究竟是个人私怨报复还是山头主义作祟或者其他什么复杂原因,外人目前还无从得知。